早起的鳥人有蟲吃 早起的股民有錢賺 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市楊威 我是蘇維媛 每天早上八點鐘 告訴你賺錢的商機在哪裡 昨天晚上的美國股市 再創下歷史新高 道瓊指數出現大漲 納斯達克 費城半導體指數 也出現了一個大漲的格局 對於今天的台股股市 有什麼重點性的影響 以及選股的方向級策略 都是我們今天節目 要跟大家報告的重點 所以我們是第一個 每天早上在八點鐘 跟大家解盤的分析師 跟大家報告的股市節目 我們每天早上這麼早 跟大家來講 就是為了讓你取得第一手的資料 取得第一手的商機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智卡的部分 我先把這首詩送給大家 這首五顏律師 大家都有聽過 但是你可能感受不到當中的意涵 我跟大家做分析 梨梨圓上草 一碎一窟窿 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又升 這個就非常符合台北股市現在的行情 昨天電子股出現了下跌 昨天的大盤下跌 表現說坦白不是太好 但是今天你有沒有發覺 在美國股市的上漲之下 似乎又有商機 野火吹不盡 春風吹又升 就是說這個野草 雖然有時候 經過春夏秋冬的時候 它可能會枯萎 但是它又長出來 火給它燒下去 但是又燒不完 它之後經過了一個春天之後 這些草又重新長回來 又是生機盎然 台北股市現在就是這樣的狀態 昨天你看到很多的個股 紛紛出現壓迴 可能你的信心會受到影響 但是 親愛的投資人 你看今天的 昨天晚上的美國股市 包含像道瓊指數 我們看 道瓊指數在昨天晚上 漲了251點 納斯達克漲了93.0.66% 費城半導體指數呢 漲了21點 來到了0.53個百分點 好 那我們看一下他們的 K線圖的一個走法 原則上我們先對照一下 昨天晚上的台紫棋的夜盤 是小漲了12點 那為什麼只有小漲12點呢 主要的原因在於市場擔心 今天是星期三 星期三 而且是第三個星期三 有什麼不一樣呢 台紫棋的結算日 今天適逢台紫棋的結算日 所以 就算美國股市大漲 指數的部分 難免還是會受到壓抑 因為昨天外資的一個空單還是增加 就算現貨是買超的 但是期貨的空單是做增加的 那我為什麼跟各位解這個 因為除了證券分析師以外 我本身也有期貨分析師 所以兩個地方我都會跟各位解的很清楚 所以大家去看喔 在今天台積結算的狀況之下 指數會震盪 所以個股表現的機會還是很高 那現在的族群呢 不單單只是電子股 這兩天比較強勢的 像航運股 像鋼鐵股 還可以追嗎 我等一下會跟大家做報告 或者是什麼 你沒有注意到的股票 要跟大家來做一個說明 好 我們再繼續看下去 來 好 所以我們繼續再看喔 好 幾個重點的新聞跟大家來分析一下 昨天晚上 算下午偏晚上的一個震撼彈 劉德英董事長 台積電 Mark劉德英董事長 有講到說他將在明年退休 不再參與下屆的董事選舉 那簡單來說呢 整個所謂的重責大任 都交到了魏哲家總裁身上 CC交到他的身上 那我覺得這個對於台積電來講 或許不再是雙頭馬車 它是一個單向的一個列車 不見得是壞事 可能只需要一點時間的調整 台積電應該會 表現還是相當的良好 為什麼呢 自從張松某董事長退休之後 採取這個雙領導人制 劉德英跟魏哲家兩位 那台積電的股價 從200塊一路漲到600塊 代表什麼 代表策略是正確的 所以台積電的策略 你會發覺都是正確的 幾乎都是正確的 所以這一次我認為也不會例外 所以我個人是偏向正面的看待 那當然這個劉董事長 他有自己的規劃 可是重點是 台積電的股價能不能夠再漲 我認為答案是肯定的 台積電的策略都是正確的 好 我們再看 再來我們從美國的一個狀況 當然也有專家預估 美國明年6月會做降息 全年大概三到四 我想這個前幾天我就跟各位講過了 對不對 甚至還有人預估到 聯準會那個傳聲筒 立刻他傳出來 可能會到六 不管怎麼樣 Anyway 只要聯準會在明年度進行所謂的降息動作 對於整個台北股市 你說上萬八難嗎 不難 上萬九甚至上兩萬 我覺得都有可能 而且重點在說 現在資金的輪動是良好是健康的 電子股 航運股 鋼鐵股 他們會輪動 這是一個健康良好的一個格局 我跟大家來做分享 好 那我們再看一個重點 日本製鐵宣布以141億美金收購美國鋼鐵 我們看一下它的K線走勢 大家可能沒有發現 我們看一下美國鋼鐵的走勢 相當的驚人 我們注意看一下 美國鋼鐵出現了跳空的大漲 因為它是溢價收購 來 我們看 溢價百分之多少 142% 溢價多少 來 我們看一下這邊 142% 所以美國鋼鐵在出現了一個大漲的格局 能不能夠繼續帶動今天的鋼鐵人 帶動今天的航海王 就相當的重要 另外我們再繼續看下去 所以你看 陽明跟長榮最近在漲 就是因為這個鴻海的一個問題 那邊的一個戰爭的問題 導致船不能從蘇伊士運河過 大家都要往這什麼 往下面好望角 南非這邊繞過去嘛 對吧 但是今天有一個消息傳出來 長榮的船隻已經可以通過蘇伊士運河 有兩艘通過囉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 當然啦 同業都在講什麼 航運的同意啊 我側面了解啊 都在講什麼 因為長榮為什麼他的船能夠通過 因為他們有特別去講說 我們不會靠以色列 不會前往以色列 所以他們還是可以走 但是我覺得接下來這個航運股的變化 震盪會加劇 因為今天這個消息出來 因為他們漲 主要的原因在於說 所謂的一個蘇伊士運河是不能通過的 現階段既然有人通過了 那股價還會不會再漲 而且他已經有反應喔 我們來看一下 2603的長榮 他已經反應了兩三天以上了 2609的陽明 也有做一個反應的動作 因為這兩間公司的歐洲線 佔比是比較高的 都將近四成 所以他們會直接受賄 那為什麼萬海不會漲 因為萬海全部都是亞洲線 這樣各位懂我意思嗎 所以最近很多投票 摸不著頭腦 張二金剛摸不著頭腦 為什麼 長榮漲 陽明漲 萬海他不會漲 原因在哪裡 原因在於萬海是亞洲線 他沒有歐洲線 所以他其實不會受賄 誰最受賄的 就是長榮跟陽明 那財務體質狀況比較好的是長榮 從他的現金 從他股本 因為他減吃過 他股本比較小 對他來說都相對來講比較有利 好 我們再繼續再看 來 昨天其實很多的好朋友 都加入我們的Lite 那加入Lite之後呢 其實你可以看到一個訊息 我們在禮拜五的時候 12月15號 跟大家講2014的中紅 那你看這幾天中紅的表現 有沒有很強勢 有沒有很強勢 對 那當然大家還想問 其實我跟各位講 接下來鋼架慢慢起來 特別是你看今天 因為最近整個台北股市 我覺得會是內支盤為主 內支盤 他們喜歡操作個股什麼 航運鋼鐵就會出現 所以大家會發現 為什麼昨天電子股比較弱 因為外資準備要放假 所以他們比較無形操作 為什麼鋼鐵跟航運會起來 主要原因在什麼 要聖誕節 要明年的跨年快到了 所以內支會輕全力的操作 所以今天這份資料跟大家分享 我們禮拜五跟大家講的 中紅是不是連續漲 沒有錯吧 連續上漲 接下來還有什麼 大家沒注意到的鋼鐵股票 因為我跟各位講 鋼鐵股票跟電子股票的 選股邏輯是不一樣的 他必須透過原物料報價 必須透過整個產業的分析 以及股價淨值筆的排行才能夠列出來 這個東西這個功課交給我 沒問題 我昨天都已經幫大家做好功課了 大家只要幹嘛 只要掃描QR Code 輸入小老鼠MORE888 輸入小老鼠MORE888 先取得這份重點的資料 鋼鐵人在洗誰是低檔低位階 我覺得這是重點 我不斷的跟各位強調 你在股市當中要能夠獲利 所以只有這個重點 這個重點當你完全遵守 你完全百分之一百相信我 照著我的話去做 你就能夠賺錢 我擔心的是什麼 老師對你講的有道理 結果你還是去追高 你還是去買那個 漲很多的股票 我舉一個例子投票 昨天很多人來問我這些檔股票 叫做什麼 8112的至上 很多人來問問老師這檔股票 老師這怎麼會 問老師怎麼會跌這麼多 哇嚇死人了 因為他在哪裡追 72塊73塊 我們有位台北的這個劉大哥 他在這邊追 他追在72塊 那個時候航行看起來很好啊 還沒跌之前一片沒好 結果他買進去之後連續下殺 問題出在哪裡 問題出在追高 他符合三位一體的股票 可是呢 因為他買在太高的位置 反而是回檔 所以你好的股票要搭配好的買點 兩者合一你才能夠賺錢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 為什麼要低檔低位階 為什麼要低檔低位階 我們這四檔股票跟大家報告 2X 3X 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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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X 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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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相較於美國的一個鋼鐵股票的走勢 相較於全球前十大鋼鐵股票的走勢 台灣的鋼鐵股票是非常明顯的落後 它的漲幅是很明顯是落後於的 所以他們的位階夠不夠低 夠低他們就會像誰 像前兩天的航運股一樣 就會有這樣子的機會 大家就好好把握 怎麼樣取得這份重點的資料 請掃描我們的QR Code 小小組莫888 或是這個地方QR Code把它掃下去 或是輸入小小組莫888 記得小小組不能做一個省略 記得做輸入 鋼鐵人在起 誰是低檔低位階 加入Lighter 我們放在首頁當中 會跟大家做分享 你先取得這份資料 再等一下即將半個小時之後 就要開盤的台北股市 你就可以先做一個操作動作 你看我們昨天跟大家分享的 華碩相關的概念股 不管是翔碩 不管是海華 都出現漲 甚至呢 核碩還出現拉尾盤的動作 所以我跟大家講的股票 我們幫大家挑的 都是精選在精選 這些重點的個股 對於大家的操作 一定會有很大的幫助 我可以肯定的這樣跟各位講 為什麼 操作上面 選股沒有方向 沒關係 你先看維遠老師 我們跟各位 剖析的非常清楚 半導體會是 台北股市的底氣 包含像 今天還有什麼 來我們再看 我們看 剛剛跟各位講什麼 美國的 美國鋼鐵出現大漲 對不對 因為呢 日本的製鐵廠要收購它 出現大漲 大漲 我們再看一檔個股 Intel 來 Intel昨天晚上也漲了兩個百分點 所以現階段的格局是什麼 電子跟傳產 似乎是五五波 那既然這樣 你的策略是什麼 你的策略是什麼 現在強勢的資金會在 鋼鐵會在航運上面 可是呢 電子的部分 你還是要逢低布局 不能說這樣子 我就不管電子 絕對不對 我還是跟各位強調 為什麼 因為費神半導體 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邏輯大概一定要通 你看費神半導體指數 對不對 是不是在高檔的格局 但是誰更強 誰更強 道雄指數再創下歷史新高 再創下歷史新高 道雄指數是以傳產類股為主的標的 好 我們再看納斯達克 現在頭部你看 納斯達克指數 他也在創下新高 一萬五千零三點八 所以現階段的格局 投資朋友現在投資人 傳產電子雙主流 這個很明確 你從國際股市就能夠看到台北股市 你應該怎麼做操作 好 所以原則上 來 這份重點資料 大家就先做取得 你看我們禮拜五 就跟各位講中紅 中紅的股價 現在頭部不是蓋的 真的不是蓋的 你看中紅的股價 強不強 與其各位投票 你看很多人去套在什麼 套在智障 甚至套在6191的精神科 這個一疊疊很兇 精神科 不是精神科 開個玩笑 6191的精神科 之前很強 很強勢 結果連三天下跌 重點在追高 重點在追高 那我們操作策略 我還是跟各位講得很清楚 來 我們所分享的股票 像之前我們音樂打在這麼高的位置賣出 53塊半附近做賣出 各位你看 2356的音樂打 我們賣的漂不漂亮 我講過嘛 我不賣別人會賣嘛 所以當然我們要讓我們會員賺錢 所以賺了兩支半的漲停半 我們在這邊做獲利賣出的動作 這個是最棒最棒的投資策略 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們投資策略 還是跟大家來報告 我們分享這麼多股票 這個我們下一段會再跟大家講 我們堅持三位一體 就是要讓各位漲停漲不停 三位一體選好股要毛利率跳升 EPS足跡成長 營收大增向上突破第一根 它就會是最佳最佳的買點 你看中鴻是不是如此 沒錯吧 三位一體選股法資金的共識 也是標股的公式 低檔布局 你的勝率至少比別人高出三倍 這個是重點 不斷跟各位講 你要選擇高高在上 還是選擇平一進的 沒有關係 你從這份資料開始 鋼鐵人再起 誰低檔低位階 加入Light 小老鼠 莫巴巴巴 先掃描 先索取 比較重要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 好 鋼鐵人再起 低檔低位階的相關個股 到底有誰 我們看字卡 跟大家來報告 這四檔重點的個股 歡迎大家來做一個索取的動作 怎麼做索取 非常簡單 請各位親愛的投資好朋友 加入威恩老師的Light 小老鼠 MALL 888 MORI 888 或者是掃描這個QR Code 先做索取的一個動作 威恩老師每天早上 八點鐘這麼早 跟大家來分析行情 跟大家來解攀 跟大家來剖析今天的走勢 以及未來選股的方向 賺錢的商機 我們就是希望 能夠讓大家得到第一手的消息 能夠得到最好的賺錢機會 我們真的非常非常認真 每天收集很多資料 跟大家做報告 你看誰跟各位講 整個航運股的走勢 誰跟各位講鋼鐵股 誰跟大家講 接下來費城半導體出現一個 創新高的格局 是不是如此 所以整體的一個行情 想要掌握的 歡迎繼續follow我們的節目 或者是掃描 我們這個QR Code 先做索取這份重點當中的資料 最重要囉 好 我們繼續再看下去 來 跟大家來講 我們第一段有跟大家提到 目前來看 為什麼我跟大家報告 鋼鐵的股票 在台灣的一個相關類股 算是很低估的 重點我們看什麼 我們當然要放眼全球 然後再來觀察台北股市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比較宏觀的看法 不是說我覺得會漲 不是這樣子 我們所有的分析都要有評有據 這樣才能夠帶領投資朋友 低檔布局賺錢 前一陣子我們布局的鋼鐵達 更早之前的華泰 近鵬 甚至什麼 具有科技 以及呢 這些相關的個股 幾乎都是如此 所以我跟大家講 你看 像道雄鋼鐵指數 它在一個很高的位階點 來 你看 有沒有 全球十大鋼鐵公司的指數在這邊 但是你看台灣喔 台灣的鋼鐵指數 好像趴在那邊啦 積息真的是很低啊 積息真的是很低 所以為什麼我說它風險比較低 但是呢 現階段的需求起來 它就會是一個什麼 大家可以留意的 關心的標的 因為我覺得今天是這樣子啊 昨天晚上的台紫棋的夜盤小漲 主要就是受限於台紫棋要結算 那既然今天台紫棋要結算 我們就想一件事情 如果你是內資 你會怎麼想 因為外資現在就是在休假 慢慢就是休假狀態 所以你現在的思考邏輯是什麼 我現在是內資 我要怎麼做 我的想法是什麼 這很重要 你只要搞通了這一點 有時候你常常要這樣想啊 你要搞懂 市場上面的人在想什麼 你就會賺錢 現在內資的想法是什麼 外資放下 所以它不會去推 所謂大全值的股票 類似像台積電 這個這麼大的股票 它就不太會動嘛 最近為什麼這些股票會活蹦亂跳 一些中小的電子 鋼鐵股 航運股 為什麼 因為這是內資喜歡做的股票 你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現在12月開始 到12月底 甚至到明年的年初 投資的主旋律就是電晶雙主流 這答案很明顯 跟大家來報告 電子傳產雙主流 跟正一下 電子傳產雙主流 這個是你現在要去操作的重點 電子股票我想 這段時間我跟大家報告非常多 跟輝達有關的 跟超位有關的 跟華碩有關的 等等的我們很多的漂亮的戰役 很多的一個標股 我們再來回顧一下 這些標股怎麼做操作 我們三位一體懸股法 你看什麼 3287廣環科 嚇不嚇人 5426震發 嚇不嚇人 這個都是符合我們三位一體的懸股法 2356鷹葉達 對不對 連續噴出去 但是你要在高檔知道要賣出 好 那我們怎麼操作 我跟大家講過 我們三位一體懸股法是什麼 來 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加者創高 重期創高 立台大漲 蓄軟 甚至中壘 以及震發 廣環科 表現都相當相當的強勢 所以我們堅持三位一體 就是要讓大家漲停漲不停 三位一體買好股 怎麼樣買 毛利率跳升 EPS足跡升上 營收大增 搭配向上突破 第一根 這樣的個股它就會是很棒的機會 我們舉例 各位親愛的投票朋友 來 我們看2356鷹葉達 最近很多投票朋友都說 老師我真的套在高點 那你為什麼不低檔的時候 跟著我們一起做佈局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最好的狀態 你看鷹葉達的EPS 來 2356鷹葉達 各位你看它的EPS 連三季跳升 0.25 跳到0.39 再跳到0.52 對不對 但是各位你看它的毛利率 為什麼它會突然回那麼快 你看它的毛利率 它也有上升 4.93 但是第二季是小幅回 回到4.61 第三季創高來到5.21 也就是說 它沒有連三季跳升 這種股票我講過 賺了兩成三成要出 所以為什麼 投票你看到這個你就有感覺了 我們操作都是有策略的 為什麼我們會選擇在52塊半 上個禮拜五 52塊半到53塊半賺了多少 兩根半的漲停半 我們走 這就是重點 不知道的人會在這邊去追 因為前面兩根漲停你追不到 你賺不到 各位投票你懂意思嗎 所以這個就是我跟大家講的 操作的一些重心 大家要好好的去做一個掌握 所以選股的策略 家瑋維文老師你不用擔心 我們前面跟各位分享過的股票 是不是紛紛 像爆米花一樣 嗶嗶啵啵啵 對不對 慢慢慢慢 陸陸續續 都出現了創新高的格局 所以我們跟大家分享的 這個重點的股票 每一次都非常非常珍貴 為什麼 因為準確度 我們的好朋友 Live粉絲好友都私訊我 說老師這個準確度真的太高了 不管你分享資深壓力 幾乎都命中 分享個股表現也都相當相當的強勢 所以這一波的行情 傳產電子雙主流 我認為會持續到 大概明年的1月份2月份 這個機會都相當的高 機會都相當的高 大家就好好的做一個把握動作 先把這份資料先鎖取到 鋼鐵人載起誰低檔低位階 2X 3X 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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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X 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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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共有四檔重點的股票 要跟大家分享 加入我們Lite 小老鼠 莫巴巴巴 我們放在首頁跟大家做分享 你一手好牌 不應也難 我們還有全新的低檔起漲的標股 等各位來做體驗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至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